大家好,今天來看看阿蘇時間 大家都知道現在很多時候都見到很多7676的東西 7676是一個很紅的餐廳 一群泰國俊男人在跟客人做一些互動 甚至有些泳池表演 所以阿蘇想看看泰國型男人和顧客如何互動 大家在聽阿蘇的分享之前 記得讚好、訂閱和分享給別人看 阿蘇只是冒死過 我看到這裡是女人多於男人 我們進去看看 來看看這個76Garage的藍毛餐廳 所有男人都是以堂式日式打扮 所以有很多不同的女生都是為了76Garage 裡面的男生 慕名而來 可以一睹他們進修的面貌 阿蘇看過 他們穿著試飲衣服的男生都比較多人 差不多有3-40人在這裏 做Watress 去服侍大家 去下單、遞送等等 還會幫你針啤酒 基本上女生要求的事 都有求必應 譬如說簡單的拍照、合照 甚至做一些深深的手勢 這裡的男生都會一一做給你看 而餐廳環境方面 基本上都可以 但始終在露天地方都會有些蚊 都正常 而中間有個泳池 所以如果大家真的來到的話 坐在泳池旁邊 少不免有機會濕到少許水 但我相信坐在泳池邊 都會遇到濕水 這裡的餐廳 是正常比外面貴少許的 所以大家也不要介意 剛才阿蘇都說過 你叫男生過來幫你針酒 聊天 甚至拍照都是沒問題的 但最好給它一點小費 這樣他們便會很開心 我現在就拿著菜單 大家看到當這裡一紅了之後 近火熱之後 這邊的網紅店 就已經貼盤了整個菜單 意思是告訴你 加了很多格 你看到後面 連生日會都在這裡搞 你想想怎樣搞 所以底座是發達的 我看到這裡最少有200至300人 所以我相信這裡的服務員 應該是不夠做的 所以我想過 如果奇哥假設是不夠錢 可以過來應徵一下 那我先想想吃什麼 如果有客人來到這裡慶祝生日的話 男生們都會一起瘋狂而上 和他們拍一張大合照 剛剛他們開始有表演 9點鐘就開始有歌舞表演 其實我看到他們唱歌 就應該不行了 我記得他們跳舞都可以 其實最令我猜不到 我以為他們會跳很多韓文歌 其實他們不是的 他們會跳一些泰文歌 都會尊重本土創作 對於我來說 我喜歡泰文歌的人 其實挺好的 而且我猜不到 本應都不太熱 那些人一看到他們跳舞 都會濕透 現在令我好的人 都會濕透 被汗漏出來 突然間 不知道為什麼 這麼多人圍著我 初時以為 突然圍著我很緊張 原來是圍著泳池邊 看他們跳舞 所以令到我 最猜不到 所以我也想想去跳舞 先看我 來了來了 男生們終於入泳池進場表演了 還是女生進場 在男生表演呢? 她會搖走 一個女生 她會搖走 不成功 你也想怎麼跳 然後她可以搖走 林哥 一群 男生 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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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steśmy 你看到現在的女生多瘋狂 把小費不斷派給男生 阿蘇都想起自己 在她為感你的時候 也有同樣的畫面出現 你都圍著我 不斷張開嘴巴 看男生多好 餐廳是接受網上訂位的 想訂位的朋友 可以在他們的Facebook Inbox他們 他們會幫你做一個訂位程序 上來這裏只能坐的士過來 或者用Facebook 叫車 就最方便了 剛才激烈了一場 身風血雨 我看到男士一下來 兩士馬上衝上去 那一刻好像餵魚 他們拿著一塊塊的魚糧 向男士揮揮手 整群男士圍過來 那一刻我真的覺得 跟走艦沒有分別 剛才我是很熱 我熱在不是因為 這裏沒有空調 或者沒有空調 或者沒有空調 我是熱在 那些女士比我更加激動 群情和我的熱情 是非常熱的 所以我差點很想跟他們說 我都拿去抱他們 但結果 我是不行的 因為我不是當女士圈 第二件事 我也想叫我們男士抱我 但他們說我太重了 放棄了我 所以 對我來說 是有點彈彈的 Anyway 我覺得這裏 簡直是名副其實的打壓點 如果有人來到 其實喵一喵一喵 就差不多了 不要太太多 因為始終 這裏看數當然要過吃東西 而且 這裏看完之後 你都沒有外口吃東西 因為看到很多俊男士 基本上 你只要吃下去就會肥 大家看到這條影片 記得留言告訴我 所以大家記得留言 再見 拜拜 這個特立活夢 真是華馬夜市 一定要來這個馬南海鮮 其實阿蘇 沒有馬南海鮮的時候 也有朋友在這裡開店 但他的經歷不太好 為什麼呢 這個夜市是有人的 但旺人不旺財 所以我朋友虧錢就來了 正正在這個位置 就是晚南餐廳的位置 虧錢離開 現在 換了這個晚南海鮮之後 將這裏華馬夜市 紅瓦昌西來 所以這次阿蘇 就實情 跟那些晚南 比拼一下 看看他慢一點 還是我慢一點 但可惜 還有一小時後才開 所以就唯有 看著這兒子 看著他們 怕我為止 阿蘇來到這裏華馬夜市 和其間那幾個夜市 都可能大同小弦 買的東西都差不多 但這裏的價格 都可能比其他夜市 稍為便宜一點 阿蘇想因為這裏附近 沒有MRT 沒有BTS 對遊客來說 都有些不便 唯有可能要用價錢取勝 吸引股客過來 華馬夜市 應有還有 有吃的 有飲的 平時這裏都會有人 做一下show 唱歌給大家聽一下 而馬南海鮮 要六點鐘才開門 所以要多走一會 等他開門 如果想來馬南海鮮的朋友 可以早點來 排隊 因為他們是不接受網上訂位的 他們大概每一個小時都會做一場show 給大家看 大概阿蘇看到 都有10至15位的猛男 都有些肌肉 而他們在身邊跳舞的時候 也會問你 能不能在你身邊跳舞 甚至會問你 可以做一些比較親自的動作 阿蘇看到他們都非常專業 就算跟男生好 女生好 做一些很親力的動作 也好 他們都會留有少少負奇的 而馬南們 會穿不同的衣服 有些會穿睡衣 有些會穿圍裙 甚至乎有些會穿得比較少女裝 而這裏食物 比外面來說 是貴少少 但你看到他們 這麼多馬南在你面前 又跳舞 又唱歌 又帶動氣氛 這些錢 都看給的 阿蘇覺得來到這裏 大家放開懷抱 玩得瘋一點 這樣才會盡興 之後就在我們身邊 不斷地 跳舞 遊走 帶動氣氛 來到這個馬南餐廳 都點了很多食物 其實發現到 網紅的地方 不一定好吃的地方 但這裏 都做到很平衡 但價錢 略為少少貴 可能這裏的服務員 質素太高 所以就顯得 它一定要夠貴 少少才顯得這裏的身價 所以我也不說太多了 先吃東西 真的太餓了 不說太多了 如果大家有什麼想留言 記得在下面留言給我 請給我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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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